回到了新聞現場 要帶您關心到 蘇拉颱風暴風圈 今天掃過了恆春半島南端 帶來明顯的風雨 而隨著颱風移動速度加快 這上局預估 最快在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凌晨 就會解除路上颱風警報 另外呢 受到了蘇拉颱風 外圍環流沉降作用的影響 苗栗頭份在今天 飆出了40.5度高溫 這也是頭份側站 有史以來的最高溫記錄 而今年第12號颱風 紅葉 已經在今天晚間正式的生成 雨淡狂炸讓不少店家 不得不提早休息 受到蘇拉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台湖地區下起好雨 是雨量一度來到50毫米 民間氣象公司更點出 在進入南海後的蘇拉颱風 現在迎來它一生中強度巔峰 颱風眼旁 隱隱冒出閃電訊號 是標準的強台特徵 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更加蘇拉平定為5級熱帶氣旋 也就是超級颱風 但未來即將走下坡 它未來進到巴士海峽的更西側 海溫相對沒有這麼的高 所以說不利於它持續維持 它本來還是強烈颱風的強度 它強度可能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甚至減弱到中路颱風都是有可能的 雖然颱風入境難修 對台灣的影響程度減少 但氣象粉專提醒 周四將是風雨感受最明顯的時刻 尤其在屏東 台東 南高雄 將是主要影響區域 但過去蘇拉颱風偏西角度比較明顯 暴風圈僅掠過橫川半島以及屏東沿海 因此專家指出大部分區域都別在幻想颱風架 有不少地區甚至標出極端高溫 因為受到颱風外圍環流成這樣作用影響 苗栗縣頭份側站更標出40.5度高溫 創下的頭份側站有史以來最高溫紀錄 而太平洋洋面上更出現三台共舞畫面 原本位在關島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性壓 30號晚間8點已經發展成今年第12號颱風 紅眼 它會跟這邊的低壓環流造成一些交互作用 有藤原效應 其實還是要持續觀察 由於蘇拉颱風移動速度比預期快 因此原本預期還會跟蘇拉颱風 會產生交互作用機率降低 但邁入颱風活躍期 太平洋海越出現多個熱帶系統 未來發展對密切關注 只要綜合報導